素杆 吸湿 排汗 市场上各类的吸湿素杆衣质量如何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近期测试了40件吸湿素杆衣 结果显示共有12件吸湿素杆衣存在质量问题 其中11件样品吸湿素杆性未达到标准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11件吸湿素杆性差的样品中 吊牌和网页宣传都宣称具有这项功能的样品 只有3件 吊牌未标注吸湿素杆功能 而在销售网页中宣称具有这种功能的样品 有8件 北京销委会表示 这8件产品涉嫌夸大宣传 具体涉及亚瑟士、特布、匹克、361度 8个品牌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关注南方都市报官方APP